乌克兰获取和平谈判的重要筹码 但俄乌冲突也必将迎来重大升级 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红冲之中已经一周了 占领了将近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次行动也标志着俄乌冲突的重大升级 根据木田的报道 乌克兰军队在入侵库尔斯克州之后迅速推进 成功控制了近40个定居点 俄罗斯方面对此感到震惊 他也突然打醒了普京 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的名号是不是真的徒有虚名了呢 当然科工也迅速采取了措施 宣布在库尔斯克 比尔格罗德和布良斯克 以及克里米亚地区进入完全的反恐行动状态 乌克兰此次大规模入侵俄罗斯境内 显然有着深远的战略考量 首先这次进攻向俄罗斯及国际社会传达了 乌克兰军队的战斗能力和决心 意味着对乌克兰来说 他们已经到了战略反攻的阶段 尽管乌克兰在战场冲突中一直处于防御状态 但这次的跨境行动表明其军队不仅具备防守能力 还具备在必要时主动出击的力量 乌克兰此举不仅意在扰乱俄罗斯的防御部署 也在为可能到来的谈判争取更有利的地位 目前乌克兰占据的四个地方 和俄罗斯占据的乌东四周形成了对等的压力 手上有炸了 压力自然给到莫斯科 其次这次的行动旨在分散俄罗斯军队的注意力和资源 目前 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 而乌克兰通过攻击俄罗斯的本土迫使 其在多个战线上进行防御 从而削弱其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进攻能力 这种多线作战的压力将进一步考验 俄罗斯军事实力和后勤保障能力 如果说要有参考 那就是乌克兰现在真是开辟了敌后根据地 让俄罗斯士兵无法首尾兼顾 面对乌克兰的突然入侵 俄罗斯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调遣后备部队前往前线 然而这次入侵也暴露了俄罗斯边境防御的薄弱环节 后备的部队大多数是新兵 导致不敌精锐的乌克兰士兵 也凸显出其在跨境处理突袭时的这种反应吃换 俄罗斯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 如何有效应对这种新的作战模式 乌克兰的跨境打击打破了传统的前线战斗模式 转而采取了机动性更强 目标更分散的打击方式 这种方式不仅难以防御 而且给俄罗斯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使其不得不在国内进行大范围的动员 此外 俄罗斯在应对乌克兰入侵的同时 还需要保持在乌克兰境内的军事压力 这种双重压力 俄罗斯的军事战略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 如果不能迅速有效的遏制乌克兰在其境内的进攻 那俄罗斯可能会在国际社会上进一步失去主动权 并在未来的谈判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乌克兰此次跨境行动 不仅影响了俄乌之间的军事态势 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尤其是北约国家 尽管目前没有证据证明 北约士兵直接参与了乌克兰入侵 俄罗斯的境内的行动 但乌克兰与西方的军事合作 一直是俄乌冲突中的敏感话题 此次事件也可能会加剧 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 也为未来军事对抗埋下了隐患 如果俄罗斯将这次入侵 视为西方对其主权的直接挑战 那么冲突升级不可避免 并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军事对峙 另一方面 乌克兰的进一步进攻 也会影响到国际社会 对其支持力量的力度 尽管乌克兰有权自卫 但是跨境打击的行动 可能会被视为对俄罗斯主权的挑衅了 从而引发部分国家的质疑 这也使得乌克兰需要 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与保持军事主动权之间 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毕竟何音云还是在欧洲的各个国家的头上 一直挥之不去 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境内入侵行动 是俄欧冲突爆发以来 最具象征性的一次升级 它不仅反映了乌克兰军队的 作战能力和战略意图 也揭示了俄罗斯在面对 多线作战时的潜在困境 未来这场冲突的走向 将取决于双方的军事应对 国际社会的反应 以及潜在的外交谈判 可以确定的是 乌克兰此次大胆的军事行动 将会对未来的战局 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可能预示着俄欧冲突 会进入一个全新的 更为复杂的阶段 我们要持续关注